财团法人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24日举办WinBus自驾小巴足路张宾体验会 并在经济部王美花次长的见证下 县府与车辆中心及情威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动自驾车驶路运行 期望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它的设计真的是很人性化 而且它是用最先进的科技 前面的状况跟旁边的状况 设计本来就一个安全的载具 那你只要任何的异物人或者什么进来到载具 它就会停止下来 我觉得还蛮安全的一个这个收集相关的一个情境 那再来做这个法令的一个研发 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子 能够更加的这个安全 更加的这个合法化这样 我们把它植入在这边 它的特色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想要做任何改变 我们都可以做改变 所以它的意义就是 我们拥有一部完全自主产权 在自己手里面的一个自驾的车炮 因为做那个卖到国际上去的这个检验 其实都是非常贵的 那你要有非常好的能量呢 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那秦威未来负责整个张斌的 这个自驾的营运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从传统的田后宫的 所代表鹿港小镇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未来营运的一个枢纽 张化县政府为落实现民行的幸福 大力推动公共运输 并与科技业者合作设计自驾小巴 期许未来技术发展成熟后 提供公共接驳创新的营运模式 发展观光并照顾偏远乡镇 提供高弹性的服务 同时提升张化县汽车产业技术升级 带动汽车产业发展 公益频道张化与鹿港采访报道